四郎放風車自救火車五連鎮 夠讓暗時在家裡 讓五名男主起路跟他爬走 並且出手上臨 火車車對風處理後 才發現外面有十幾個人 馬上報警處理 警方跟現場 把五名寫香的男主 炒天意進班 火車表示 自己平衡時不敢把人家亂想 這次的事件可能是跟他 反對風車設計 當著別人的財路有關 對 推倒我之後 我不知道割到什麼東西 整個施裂傷 是由煩風吹 自救火火車五連鎮 出來高豪暗時 全入五名男主 不說明來他就起床 將他帶走 並請出手來 雙人造成火車 以及火車的這些 來襲雙 出來的人請男主出去 對風有個威脅說 要將他們獨家獨手 讓火車一個火子是很害怕 整個事化的過程 大約在晚上九點半 有一個我們前任的村長 帶了四位黑衣服的 那當場就要帶走我 我說有什麼事 這是我家 有什麼事 你們不認識的錢 你們出去 留一位認識的 有什麼話 你可以直接講 沒關係 他們就是堅決不要 一定要帶我走 那我姊姊跟他說 這是我家 你們不要進入我家 他們就開始出言恐嚇嘛 叫我姊姊再比的話 就要給他鬥手鬥腳 後來他們就動手打人嘛 那後來造成我的手部 有一個失戒傷痕大約五六公分嘛 所以造成我滿身都是血 我還自己不知道 幾位小朋友在裡面大哭 我姊姊是一個重鎮者 出來也不用人推倒在地 整個身上都是疫情 雙方出來到問問 會長者知道原來不只五名男主 外面也有幾個台車 大概有十幾個人 他現在上來的報警 警方到現場 將五名遺憾的男主帶回 另外也撤出家屬 是喝酒後來開車 設計公共危險桌 警察本案為蔡姓男子等五人 因酒後連行失控 駕駛兩部汽車 至被害人住宅 未經被害人同意 即進入被害人住宅 雙方不發 國小糾紛 造成現場物品尾損多人受傷 警方將相關人員 代案偵犯 五名證住幾年 在南市後 丹林荒風吹自救火火長 他表示自己在臉上 並沒有跟別人結婚受 強烈在懷疑這次的事件 和他反對風機設定 擋住人的財路有關係 我身為市府 緩風車自救會的會長 這些幾棟更讓我堅定 我一定要守護我的家裡 不管這件事 跟風車有無關係 我高度的懷疑 脫離不了關係 一出客廳之外 在這個大庭之上 近年不到一分鐘 對方來了將近20個人 這是一模性的 我目前已經提告 我希望警方跟司法機關 能夠追查 後面到底是隱藏的什麼 不可告人的秘密 社群的五名證住 以上海 風海自由 其中住宿 頂罪嫌 專案以上 婚人官地檢室情辦 記者王庫選 蔡宏博德 我相信這不是 土地